王騎重新舉起 第三場賽事四班千四 準備 出路馬二十五元 好 你一開閘的時候 前面快閘的馬快快 營紙電明珠中間一哥最出 還得全勝 中間位置密馬之星 好頭好尾都快 內蘭綠色衫小隻大家紅 中間位置金銀花都不夠人搶 再有多少馬匹 先見到外面紫色眼罩頂級大師 尾四鼓浪飛升 後面的馬隻隻騎 因為前面都應該很快 勇冠王首領向尾二 包尾又開心廚房 接近香港德學院灣 德全勝終於放到出來跑 跟著第二位外面指電明珠 第三位快快贏 一哥咬到第四還沒有搶口 左後面的第五位有密馬之星中間騎 內蘭綠色衫還有大家紅 中間就是好頭好尾 慢慢移出去 大馬就不會被人阻 再有多少先見到 紫色眼罩頂級大師 領來領去 內蘭還有古浪飛升 後面先有尾四 金銀花 後面是勇冠王 首領和開心廚房 入正直路 前面得全勝佔先 中間快快贏 指電明珠一齊上來 一哥都追緊 不要內蘭移出來中外檔追 還有大家紅 再在外面還有好頭好味 最後二百米 內蘭得全勝 中間追緊他是一哥 後面追上來還有大家紅 埋便位置快快贏 外面還有好頭好味 最後一百米 一哥你決定了 拋離了個多身位贏 第二名 得全勝的機會相當高 第三名是大家紅 第四名是勇冠王 結果這場賽事這隻一哥 最後的獨贏顯示只剩4.6倍 跟手倒在前列 由長途縮回短途 又沒有搶口 跟到前踏 質素上 贏的距離都反映了 得全勝第二 大家紅第三 勇冠王第四 這麼搶口 縮來跑前四 遇到一個偏快點的步速 跟得順 回來了 得全勝憑 憑輕綁 夠積極 頂回第二 大家紅 力追之下 只能夠跑回第三 第四 比較難猜 五號的勇冠王 那隻七十多倍是冷門 三號這隻一哥 臨尾的獨贏落到 只剩46元 扭歪點 33 11倍 其實本來是啡格Q來的 因為你那隻 貞穿追擊 三場狗的貞穿追擊 已經是雜前按授意見 將領退出了 所以那條33 只剩11倍 兩屆 二次 win 最緊要你前面那些馬夠快 因為你見他打側頭 其實他還是有些 真的不太規矩 人家幫你帶順的步速 最緊要有這件事 但他一路走下去 都見他 頭是歪歪的 所以不可以跑場 對 對 始終都是好有班 下班跑 贏馬路程 順利贏馬 現在這步 中間快點快快贏 內蘭騎 看到金銀花大騎 都上不到 開邊了 大外蘭方面 但都有點搶口 對 他捉住都這麼快 想想多誇張 在聖尾 看到首領 內蘭就勇冠王 在聖尾 開心廚房 好頭 沒有 跟前座追得很一般 對 跟前座回來也不多 金銀花也叫做 金銀花也叫做 下班 對 大家紅現在你都贏不到 都是得第三 田丹安其實 哲田明珠配合不到 那隻馬 那個步運 這些馬是要 真的 不同的 其實才可以有不同的發揮 這些 這類的馬 一個人可以吸收 內蘭勇冠王 那隻馬 一直打上來 他省了一些路程 貼著一些欄 因為金銀花 你看看都是飛到 五鬼出 第六 對 如果反過來 他放在裡面 可能是金銀花第四 其實就沒什麼威脅 其實就沒什麼威脅